我们其实知道每家科技公司都会想着过一段时间憋一个超级大招 不是那种每年更新的产品 那影视影视360他们过去几年更新过的一个大招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泰坦系列 超级大的一个全景相机 但是这几年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直到今天我会发现 他们不以影视这个名字在憋大招 而是一个叫做影灵的他们孵化出来的公司 这个影灵Antigravity 他们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叫做影灵A1 反正这段时间我们体验下来的感觉就是 它和常规的无人机真的很不一样 首先你看它云台它不见了 它没有以前挂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构了 它装的是全景相机 能拍全景视频 有着全景监看 并且还有体感的遥控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来评一评 在2025年影灵的第一架无人机 一个全景的无人机 到底是成还是不成 我先得说这是一台概念机 缺点我确实会讲 但是毕竟它还没有上市 所以最终的表现得看引领他们上市的版本 这一架我跟着说聊聊它的技术方案 它虽然有着穿越机的操控体验 但是这架无人机的定位 其实不是一架穿越机 而是一架航拍机 或者说大家都喜欢非的消费机无人机 你从一些参数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首先它的硬参数全景视频 可以拍摄8K30帧或者4K100帧 这个参数还是挺猛的 但是你要意识到它和常规的2D视频 是挺不一样的 虽然分辨率很高 但是你后期需要裁切来实现对应的构图 但这样带来的优点就是你前期 你不需要去摇什么云台 你拍一次就可以直接后期 来够到任何一个角度的画面 或者戴上VR眼睛 再次身临其境地再飞一遍 看不一样的视角 这也没有问题 这是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讲真的我还挺享受的 虽然全景无人机市面上其实很早就有 但是一体化的全景无人机 并且有图传整个方案的 我好像真的没有怎么见过 所以它这架无人机想做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普及给常规的消费者 A1整机的重量控制在了249克 你不需要考证就可以随便地飞行 收纳起来也不过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你可以很轻松地把它带出去 或者塞进包里面 展开的方式 这里很有意思 你注意一下 它是这样展开的 它和正常我们以前认知 大疆那些无人机展开方式不一样 我猜是和专利有一些关系 外观之上你看起来 它的的确确会有一点像 奥特曼里面的战斗飞机 而且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 因为它没有云台 所以它不需要一个三轴的稳定结构 它只有一个简震的结构 来进行一个物理的防抖 在这个结构上会有个显示飞机状态的 胎力灯还有四个镜头 你第一次看的话你其实会容易认错 以为这两个镜头是用来成像的 但事实上这两个镜头其实不是拍摄镜头 而是它的B站摄像头 顶部和底部这两个才是真正用来拍摄的全景镜头 只是这两个镜头你会看到它有一个看得见的点 就是它的镜头是突出的 所以有可能会触地或者摩蹭到 于是引铃设计了一个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至少我没在这种机型上面见到过的 一个电动的起罗架 第一是可以通过它抬起整个机身 避免有地面接触 第二是在飞机腾空的时候 又为了防止全景画面把它拍进去 它会电动的收纳起来来避免穿帮 还是挺取巧的 反正无论如何A1这架无人机和大江无人机 只拍一个方向的方式 我飞下来就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我该怎么形容 它有点像一只鸟的感觉 或者说你是在前期先享受飞行 然后后期再来寻找美好的画面和瞬间 这种独一无二的飞行体验 我觉得算是他们这个品牌的杀树剑 A1的飞行体验用一个词来形容 我觉得就是独特 引领把它目前的操控逻辑叫做自由体感模式 那本质上实现呢 就是你在前期沉浸式的监看 飞机的飞行方向和你的观测方向是分离的 我该怎么形容 就是你的头不会受到云台的限制 所以会像鸟一样 你在飞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去看 这是以前的无人机很难做到的一点 反正我们公司很多同时体验以后 都觉得它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为了飞行安全 引领在显示界面也做了大量的AR辅助 当你看其他方向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窗口来显示飞行方向的画面 那也正是因为你可以360度全向的观测 所以这台无人机 想想 它其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倒飞 对吧 你其实这样飞和这样飞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飞这点无人机 哪怕我想我做一个往后拉的镜头 我会选择先把它转过来 然后这样飞走 反正我后期可以再把头转回来来构图 是个很奇特很奇特的体验 那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独特的特性 我觉得引领公司应该是思考过的 所以他们没有增加全向避障 只要你不是飞得太花 那也不太容易出现所谓炸鸡的情况 那实现这一飞行的核心逻辑呢 哈 现在你看一下我 就是这一套方案 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就是它是一个飞行眼镜 配上一个遥控器 这样一套组合方案来实现了你的整一个的飞行体验 你要说感觉吧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然后还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相比以前我们见过的眼镜 它这个东西有一个很赛薄的屏幕 可以让边上的人和你一起看着你的飞行 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用引领AE无人机飞行的时候 边上的人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怪吧 有点怪 但你说乐趣吧 也有点乐趣 就是取决于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还是外向的人 你觉得怎么样 反正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边上四个人这样围着我 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奇怪 但是这是目前废它最好的方式 但是玩笑归玩笑 这个眼镜带起来的感受我必须得说 其实做的还是挺厉害的 虽然引领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面板的参数 但是我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Micro OLED的这么一个屏幕 所以本身解析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比例近似于3比4 我们可以拍给你看一下 大概是像这样出现在你的眼睛前面 其实感觉有一点像在看IMAX的电影 虽然比Vision Pro的超宽显示 它会少点沉浸感 这我觉得也在我们预期之内 但是已经算是我带过 所有头显里面的佼佼者了 头显它也支持趋光度 还有同距的调节 来适应不同的人群 但是目前最高支持500度左右的调节 像我自己是700度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模糊 但是后面它们应该会加上更多的镜片 那头显内部的空间 我们体验下来不算特别大 眼睛会有一点容易顶到里面的镜片 但是目前我觉得整体清晰度什么 没有任何问题的 控制航向这个体感遥控器 它有很多的按键 甚至我觉得按键有点太多了 可能第一次用会有一点点害怕 但是你使用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挺简单的 首先你用这个来控制起降 然后你用这个来控制它的航向 然后你用这个来控制它的起飞 通过这个来控制它的速度 反正综合操作的话 还是挺符合你的直觉的 哪怕是第一次上手 基本上几分钟 你也能够很快地做到直达达达 但是我还是希望引领未来 能再出一个更常规一点的遥控器 来实现更加精准的操作 那讲到这里 这个AE的操控逻辑 还有投显素质 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 值得一个大拇指 但是图传质量 是我们目前发现 引领会有一些些问题的地方 就是会有点拖累整个飞行的体验 我们体验的时间里面 AE的图传画质 我真的觉得不能说是特别清晰 你得有这个预期 相较于实际拍摄素材的画质 会有个明显的差距 最明显的感知就在菜单页面 有个非常清晰的雪山风景 把这块投显的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当你连接飞机之后连到图传 你会发现这个画质 会有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图传的延迟看起来是不算高的 但是偶尔会出现这一卡一卡的情况 会稍微有点打破你的临场感 大概率和图传信号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从引领工程师那边 让我们了解到目前是Beta版本的图传固件 等到正式上市之后 图传画质和延迟还会进一步优化 电池和续航方面 这块小的电池 差不多能维持AE飞 快半个小时左右的飞行时间 并且支持显示电量 也有个挺小小的充电管家 可以放置三块电池 反正总的来说可以做到 让你飞累 它也还没有累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么一架无人机 我们讲完了续航 讲完了体验各种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肯定还会关心一个话题 画质 这么一台全景的无人机 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画面是什么感觉 我主观上来说 感觉它在X4和X5这种全景相机中间的水平 虽然我真的不太确定 它用的是不是X5的传感器 还有对应的镜头设计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录制规格 还有拍摄的实际画面的时候 感知上还是挺近似的 白天还不错 晚上就没有这么优秀了 就在能看和不能看之间会横挑一下 因为有着8K的录制规格 所以它的画面锐度还是非常能打的 而且有个很大很大的优势我想提 就是因为它是全景 所以视角很广 这相比别的传统的无人机 这种广角带来的冲击感 我觉得会强很多 整个体感就是挺不一样的 在手机上来看这些素材的话 我觉得只要不是裁切的特别多的后期运镜 我至少目前看下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画质上我想抱怨的一点就是 它目前不能够拍摄10bit的i-log 依然只有一个8bit的直输色彩 所以无论是动态范围还是调色空间 相较于Flip这些无人机来说会稍微差一些 但是A1目前在画质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不属于它传感器的问题 也不属于录制规格 而是这两颗全景镜头的位置 因为是有两颗镜头拼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画面会有些地方是没有的 是要通过算法给拼到一起的 这也是所有全景相机的通并 目前A1两颗镜头之间中间的距离大概是7厘米 会比常规的全景相机要多不少 但是好在引领软件后期对于拼接缝的算法还挺不错 在一些宽阔的大景上 你基本上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这是这家无人机它所擅长的领域 还有不擅长的领域 那相比画质 A1我觉得最重要它想给你呈现的 还是在你飞的时候的乐趣 这台无人机我真的觉得 是我飞下来最带劲的无人机 因为它没有延迟 以前我们需要依靠一个机械结构来等待 转头过去的时间 但是它就是 哼哼 就这种感觉是我很享受的 反正看得出来 引领花了大量的心血来打造这个产品 无论是前期你带着头显去飞 还是后期带着头显回来回放 确确实实做到了他们所目标的沉浸飞行的体验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想抛出一个问题给你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你想买一下无人机 你最在意的是它2D云台拍出来的画质 还是你飞行时候这种爽快的体验 然后后期再来获得 可能画质没有这么高的这么一个效果 你会更喜欢哪一种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体验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朋友对这种新形态的数码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转发给它看一看 也许它会感兴趣 也欢迎给我们点点小星星 记得关注我们 这会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